美国这段时间制裁中国官员 连中联办那些普通小官员 执行者 你要制裁那个决策者 不是制裁的执行者 那谁决策应该制裁习近平 差不多 将来香港的特首都很大程度 受到北京的影响 现在想出来做的梁振英 好像蠢蠢欲动 林郑似乎做事都很积极 不是准备退休 我自己认为中央会需要上一个 的特首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是C老板和威威的C老板 欢迎你 大家好 有一个新闻我最近留意到 就是美国有说香港的东西 他在说美国就香港的营商环境发出风险的警告 包括对香港的美国商人等等 我想看看你究竟 咦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非常不好的了 那美国就直接警告你在香港做生意要小心一点 或者整个香港环境要小心一点 我有点害怕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请C老板你说一下 那他目的目的就是要你害怕 吓鬼 那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恶化了 就是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崛起 所以而香港一直在保佛的某些空位 就是很多事情中国未必立刻做到 是利用香港的 所以香港的地位之前对中国也很重要 那美国是不想看到香港可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他之前已经经常说 撤销你的特殊待遇 说你变成一个普通中国的城市一样 但是说了这么多制裁就不断地出 越整越多但是实际上效果不明显 所以现在又来多吓你一次而已 那我自己相信是吓不了美国做生意的人 因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也很多 那大陆有没有《国安法》呢 大陆的《国安法》我没有认真看过 但是可想而知不会 不会展示过香港的 一定cover 就是覆盖的面一定比香港多 采取的手段也都会延厉过香港 那美国的商人去不去外地做生意 过去那一年是去多了 中国的直接投资是破纪录的 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资能力的公司 就是人家还猛去 他叫人不要去 那些人不听他知道 还猛去 所以又出来吓你 那别人去大陆也不怕了 你看特斯拉在上海弄的厂多大 那别人不听他 那他就再多吓你一次 但是大陆的《国安法》他也不怕 怎会怕香港的《国安法》呢 他说有一个美国商人拘捕了 他又没有说什么事拘捕 我不知道拘捕谁 是什么事拘捕 那如果他做了其他的事情 被人拘捕 要看一下什么原因被人拘捕 不是说在香港做生意被人拘捕 如果香港做生意被人拘捕 当然每个人都走 你干什么 我做商人 好就拘捕你 那你说一个人被人拘捕 他可能之前也试过 美国那些商人在香港 又谋杀亲夫又有 骄神骗鬼又有 那些当然会被人拘捕 但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不会因为他说两句 香港的美国商人就会走 香港自己有的人 有一些原本也可能不走 那他就 当然是乐于听到 说 香港晚些会被人拘捕 幸好我走得快 他是想 確认自己走的选择 没错而已 但是留在香港的人 当然不想美国来整香港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商会 其实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意见 就是他就说 美国商会 香港差不多50年 有1,000多的会员 大家在香港 换食都很电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中心 中西交往 有很多有利因素 基建也好 硬件 软件 齐备 是一个做生意 就是很好的地方 他们是美国商会 会留在这里 为想在香港发展的美国商人 提供很多协助 因为他们对香港有认识 他知道来到香港的环境 会比以前复杂 很多东西就会 没有以前那么多选择 但是 不影响他在这里做生意 所以我自己觉得 美国商会出的报告 就不是配合美国政府 提醒就是 美国政府客源 商会又来附和一轮 这次没有怎么附和 因为商人有商业 明白 但我的问题是 我有跟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就觉得 就是好像你说的 就是香港对内地 就是对整个中国经济是有贡献的 尤其我们有很多外汇的 但是美国也知道的 美国也知道香港对中国的重要 那譬如很明显 你滴滴事件也好 阿里巴巴事件也好 就是很多公司 你不可以去美国的话 那就是香港的 那美国也知道这件事 香港股市 但是帮大陆是在用资的 在拿外汇的 那美国你作为美国 如果你是美国的高层的话 总统也好 下面的人也好 你是不是一定会研究一些方法 但是对付香港 要香港失去对中国的这个重要性 譬如在香港股市搞下 金融市场搞下 令到香港真的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 当然现在也在搞 他列了一堆公司 你不可以投资这些中国公司 你现在才开始第一年 不让你买日 遲些多少年之后 要你卖掉它 就是这些消息 令到很多科技股 逐些逐些 有人要退出 起码没有了美国的大买家 而且还要逐些逐些退出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 他说得很清楚的了 要和中国decouple 就是不和你有任何关系 但是这个不是说想做就做的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的出产国 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货 和中国在做生意 但是你说美金不允许用来买中国的产品 那很多人都没得买 那很多人被逼去用人民币 或者用黄金 那美国倒置几米 美国是想大家用美元 那现在生意里面 在做和中国有关的生意很多 如果你说我跟你切断关系 你切断了自己也很伤 所以我认为他不是不想切 而是切不下 他是想等机会切 但是切不下 那另外那些人都会看到的 美国这段时间 由贸易战 又限制中国买高科技产品 又限制美国的投资 又制裁中国官员 连中联办那些普通小官员 他会制裁 是的 他上司说你都制裁他 你要制裁那个决策者 不是制裁的 是执行者 那谁决策 应该制裁习近平 差不多 他决定的 好 其实责裁的鱼毛 黑冰 都有什么意思 明白 所以我觉得他 其实就 现在只能够起一些 扰乱的作用 就起不了 压抑中国 中国刚刚宣布 第一季 第二季的出口 经济增长 六月份经济增长 好像7点多 7.8% 出口 转口 都是20-30% 的增长 美国做的那些 效果不明显 就是中国有句话 叫做健身动不见米白 那现在的年轻人没听过 就是说过做事 扮一下东西 动一下动一下 以为你在那里磨 实际上米整天都不白 做事没有效果 那美国现在就是做就做很多 不见有效 为什么不见有效呢 就是他本身的角力都下降 明白 这件事他多度他就会更加显露 他乾怒之忌 嗯 说回香港 继续 其实最近都挺热门 是下届特首的 嗯 你有什么看法 梁振英有没有机会 不算很关心 老老实实 谁做 都现在这种程度 都是受不惊的 这个决定影响很大的了 就是以前特首 以前港督年代 国会受英国外交部的决定影响 那将来香港的特首都很大程度受到北京的影响 因为现在是虽然不可以说进入战争时代 美国都在打冷战 是中国和美国打冷战 什么时候轮到香港 因应香港的需要去做这些和外交有关 和国家整体国际部署有关 不到香港做事的 所以我认为 对我来说 我就会看中美的角力 关心这些东西多过关心做特首 那现在想出来做的表面上看 梁振英好像蠢蠢欲动 另外林郑也似乎做事都很积极 不是说准备退休 那林郑出战前有个叫何柱角的 又说她退休 那起码有三个 似乎已经有机会报名 那梁振英是做了一届 但又没有做下去 那听说她人缘一般的 那我相信人缘也是中央要考虑的因素 那你可以说 林郑也未必一定很大支持率 但是我自己觉得 林郑你说她差的话差 那她那个疫情的控制 她其实是做得不错的 香港就没有 好像中国这么严厉的措施 但是也做到清零 起码没有蔓延 没有去到英国 美国大爆发 数以十倍香港的严重程度 她有些地方 都不能说完全做得不好 当然有一段时间她在社会动乱的时候 开始我认为她也是不够坚定的 但这个不够坚定可能跟中央的态度 未鲜明有关 中央态度一鲜明 她一般公务员都跟着站坏了 我自己觉得哪个想都不重要的 现在不是个人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时代 那分钟 就是我自己认为中央会需要想一个继续做下去的特首 我认为中央会有多个想一个变的新变化 因为就是之前个人说她不行 那中央团团团我弄给你看 我弄到她可以为止 不出奇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 林郑连任的机会是大过其他两个的 有人说李家超你怎么看 李家超就已经升了做政务司司长 将来呢 政务司司长 对有些人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 已经是跳了级 我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意想过 但是这件事就是北京可能要展现给香港人看的 谁也好 我派了她上来 她就有办法做到我要做她做的事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李家超做了政务司长已经是 刚刚烂了一级烂完这一级 应该偷偷会合理一些的 明白 不过其实如果你说一下林太的民意 你觉得够不够呢 现在不是 就是中央不会讲民意的了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 有个有个私家审查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 在选举那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那这个角色就是要等 不是香港的民意变成唯一的决定因素 所以我觉得不是纯粹看民意的 多谢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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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